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你被人拘捕 講回當時省後有反佔中街站 我和一位朋友過去撐散 但是我們事後就被那群藍絲彈人士包圍 而且口頭上恐嚇我們 我們有人報警處理 而且我們都希望記者到場 所以我們叫評估過來 但是他們未到期間 那些藍絲彈人員就不停控嚇我們 警察也沒有給足夠的保護 所以我們都不敢離場 途中有幾位市民來度過 去支持我們撐散人士 當中有一位少女站到記者道場 然後無端端發生了騷亂 那群藍絲彈人士衝擊我們 我看到他跌倒了我就開車保護他 但是我把雨傘被警察破壞了 就轉過頭說我襲警 那現在你們是有沒有被控或者是否被控 那我們四位當中有三位都是分別 每人一項被控告左差在辦公的 三位 但是我呢 我就被控告兩項襲警 一項左差和一項拒捕 那要上庭嗎 還沒有 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 警方還在調查中 所以我們這次要踢補 就是拒絕逐捕 因為我們覺得警察沒有足夠的證據 那我們過去拒絕逐捕之後 那警察都說 如果他們日後有證據 會隨時拘捕我們 現在就暫時釋放我們 那你們將來有什麼呼籲或者是展望 那我們很幸運 當時有熱心市民幫我們拍下的片 證明我當時是被警察暴力拘捕 我是沒有襲警的 證明到這一點 所以如果警察隨時拘捕我們 我們會隨時聯絡回相關的人證物證去協助 那到時就很慘了